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稍微就是 發表一下一件 因為今天難得大家 花時間來這裡 因為其實今天很可惜 就 因為我們想辦法宣傳 但是 最可能是用到 新克剛的國中生沒出現 那我們的高中生 可能也在忙著補習 這是 今天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部分 因為老師 老師可能也是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先跟老師來做個回饋 好 來 對 日劇 日劇跟日誌 這事情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怎麼樣 我現在很多人說 還要用音樂 這樣 所以老公一樣 他也 用很多 英文 然後 來 證明他自己的理論 OK 那個 基本上 都佔據 是國際法庭的 idea 阿區法庭 那個什麼 自治 是一個 行政管理 那個 城市 就是加分 統治 一個所長 他現在要去過 國際工法的問題 過得回來 然後 然後 又 有一些那種 怎麼說 意識形態的折射 價值折射 佔據 竊據 類似這樣的東西 如果他說 從這個最簡單的字 他想要這樣改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 去推斷他 其他這個思考 基本就是 基本上去 做這個農事 其他人還有任何問題 我給你一個回饋 我給你一點回饋 因為 老師 一開始就是 整段演講 一直不斷的講到我們 台灣是個法西斯國家 當然法西斯這個東西 專業名詞來講 我可能以前沒學到啦 法西斯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但是我大概知道意思 但是 像 像 現在 其實我們很多年有大概都是 大家都滿支持台灣獨立的 就是 網路上 似乎分成兩派 一派是希望中華民國獨立 簡稱華獨這樣 那一派就是 就是真的 非常 也不能說極端 但是他們會 就是 現在就是分成華獨跟台獨兩派 然後 台獨的人也會酸自己啊 好像今天 站出來 喊到台灣獨立 似乎這個台灣獨立還沒有去圖污名化的這個 那個 概念 比如說我們剛剛一開始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開始演講 其實有一個爸爸帶小女兒 走到後面 欸 這裡好像有要開講 聽一下是什麼 我一講到台灣獨立 那爸爸就帶小女兒走 就是這個狀況 那我們有南華大學同學嗎 我不知道同學的想法是怎樣 但是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圖示 裡面刮一個旗子 上面就寫著台灣獨立 這時候也不掛在外面 就是怕 其實也會有這樣想法 大多數人對於這個東西 還是有 畏懼 不 不了解 恐 就會有那種恐慌的心靈在 然後 我們只好讓他進來之後 了解我們這個圖示在做什麼時候 再跟他講到台灣獨立 這四個字的話 他也許比較沒那麼 受到文化沖繩 那 今天 就是 關於 好像講到台灣是一個國家 台灣要獨立就會被批評為 你就是法西斯 太獨不法西斯這樣 那我們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想法 這是第一個 那 第二個其實是推薦給大家 因為 剛剛老師也講到 有關於左派 有關於社會主義 那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國中沒學 高中沒學 大學可能有修 社會學的人才知道一些 像我是比較不認真 社會學也不認真練 所以 這個東西變成說 我現在 進社會之後 想要了解 才會去補課 包括現在 公式 公式這幾個禮拜 他晚上 禮拜二跟禮拜五的晚上 紀錄觀點跟主題之夜 都有在播一個系列的影片 叫 你不知道的資本所益 好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這部影片 這 今天 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是禮拜三 蛤 沒有 第二個主要是要回歸給大家 就是 對 希望大家就是 多去 關注這些東西 不是 我們今天過來 聽完一場講座 我們課綱為條 就進了 我們承認不是 我是希望 藉由這個東西 希望今天 帶給大家一個動力 那我們去關心更多 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這樣 那第一個 問題就是請老師回答 你現在就回答了 你是不是說 你這兩個問題 好 第一個是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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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 為什麼要動動這個字 當然就是洗腦 我想 我整套就在講說 其實我們應該是 所謂柔性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課關 不應該叫荷蘇審查 你對作者也不尊重 當然 有些人我會覺得說 我就是被佔據了 那個佔據是 那個佔據我剛剛前面說到 就是 基本上應該是誰才是 真的覺得自己被佔據 像江少主 有些人死掉 你護護善意義的 做 八卦善意 站死人 我才陪我他 你做 你被剝削 這些人 可能你 你佔了我的 反而不是說 那個 跟中國大陸其實沒有太大關係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觀念 他怎麼講 是他的事 對不對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觀念 我是覺得 我們台灣的歷史應該是 台灣島自己的歷史 台灣島是死的 這裡面說的 都是我們台灣人 不管是新住民也好 也住民也好 他們也 他們就是這樣 就一個島的歷史 我們在自己的觀念 我相信 自己他那個 我覺得那個 就中國那邊來講 是說不過去的 就是說 就證據來講 就是說 我剛剛也禪述了 就是說 完全站不住腳 因為國際條例 沒有什麼 然後 可是 說不過去又要講 這就是洗腦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學生的活動 像這幾個大哥跟大姐姐 他們其實怎麼搞運動 因為我們不大知道 他們 他們有點恐慌 因為我不是 我怕還是需要搭蛋 好再來就是 台獨 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獨立有各式各樣的獨立 對不對 台灣獨立不是很正常嗎 好 不過這個 我們就是一個法西之國 以前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就把台獨當作毒品的獨立 就一天到很慢 一天到很慢 所以你們又再來戰爭好神之類 那國民黨就是一個怎麼樣 放脈恐懼的政黨 包括教育也是這樣 你沒有紮皮帶 你就要記警告 台獨立說 爬牆我就要記大過 對 既然大過之後 以前你知道這個都是安全經濟 你以後就不能當公務人員 你不能當兵 你不能當醫生 以前 就是壓著你 讓你害他 然後你敢敢對政府 你知道 跟中國一樣 你什麼都可以講 你是絕對不能批評政府 然後你不能講公平跟正義 你共產國家不能講公平跟正義 這個是很明顯的事情 這個 不過 我覺得台獨今天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在 學運之後 就是太陽花之後 一大堆像這樣的大學 男女生都會講 我是摩摩摩 支持台灣道理 就是這樣 像正男人 然後台獨有各式各樣的選項 大家知道 有個團體叫台主維新嗎 我就是主 我是要兼顧國家獨立 而且要兼顧分配正義 世代正義 的一個總統 這是一條路 我不知道 在座各位有沒有覺得 像這是高中的學潮來講 請大學說 他們其實有一個關注就是 世代不正義 就說我以前讀高中我就算了 畢業之後 我真的很有辦法就出國 不再回來 我就是沒辦法 起碼我可以當工人員 或者是當老師 我現在當老師 或者是當工程師 我同學當工程師 那個 大家都 很多錢 醫師錢 那 那現在的工程師 其實看不到這樣會來 我知道大家像讀大學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類似的問題 好 好 電子文在問你 我也覺得誰要問他 還是 那個誰還有問題 沒有講話 是不是 那我要講話 可是我只有想到你直接 對 就是我覺得 像現在大家都不太想講話 也是我們教育裡面的一個問題 很少跟歷史有什麼關係 對啊 其實如果大家都不太想講話的話 那就是可能歷史老師說什麼 然後也不會 就算他提出了 你覺得 就像剛剛的那些 你覺得跟你的想法相反的東西 可是可能在課堂上 也會很多人就 懶得反抗 或是覺得法恩老師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 我怎麼想跟老師講的東西沒有關係 然後這樣 久了也就會變成 感覺 大家的世界就越離越遠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社會 很欠缺的討論 然後這也是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教育的關係 因為我們就是 反正上課怎麼樣 不重要 就是到時候還是OK就好了 我以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以前歷史就是 單選嘛 不是非選擇 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到大學 甚至到社會 才知道 這個問題 這個角度看 跟那個角度看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以後 還有機會來參加我們講座 也可以希望 多把自己的想法 意見說出來 第一次說都會害怕 但是 也會怕人家覺得 你講的這個好簡單 好膚淺 不是 那個是把你覺得怪的地方 講出來 那個東西才會 變成說 大家越討論 那個公民史學嘛 Find people 這個部分 才能建構出來 好 因為這個是大家共同建構的 對 那 那 老師要做一下捷運嗎 哈哈 我還是很想替大家加油 哈哈 好啦 都可以 鼓勵我一下 這可以做 沒有啦 其實我已經講了 我們這個 好像是一個儀式 把他當作 大家好 沒關係 你也可以講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 你這禮拜絕對有意思的事情 然後什麼之類的 你見得一定要說 跟這個演講很關 分享一下 我覺得 今天聽完之後會覺得 嗯 教育是一個 很重要 也 只是如果走偏的話 是一個很 很可怕的東西 因為 像中國大陸 他們就是灌輸 喔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的 他們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我們 呃 其實就是我們還有機會 就是 還有 有辦法站出來發生說 欸 我們意識到 各位剛剛被改了 好像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調整 有去改變 去挑戰 可是在中國大陸 他們是 幾乎就是被灌輸 喔 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 呃 一黨鼓打 就是他們沒有機會去反駁 沒有機會去 跟政府去抗衡 他們的聲音 是會被 呃 就像言論自由 是會被 控制的 像他們呃 google不能用 他們搜尋字 會被限制 不能搜尋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很高興 就是 我們除了課本教育以外 我們可以自己去 隨意的 去發現一些東西 來 發現就是 像老師講的 就是 去 去 掃尋其他資料 來 來驗證這個東西 發現很醜 所以我覺得 呃 至少 我們現在還有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站在這裡 可以坐在這裡 替老師覺得 呃 這是不對的事情 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讓我們知道這些 而黑箱課剛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這樣 呃 大家講講話不見得一定要跟這個演講 跟這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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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些 都沒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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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那個 禮拜六 就有 跟我們常常老師會 過來 常親眼分享 她 她的一些 去 就是 做 私底安寫 然後去 去 去檢查的那個 經驗 就是 嗯 我想講的說 嗯 那個 歷史就是過去 距離現在有修飾的對方 如果像我們那個 我寫那個家庭交流 就曾跟那個一些父母親或長輩跟他說 如果我們小朋友從小都給他們 不用那個社會選擇體 用那個就是類似那個綜合討論這樣 可不可行 他們說小朋友太小了 可能還不會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公民素養 平常就是要多去去學習 從小就要有那個認知啊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做這個就是很 綜合討論就是很困難的事 我想可能這算是我們 目前那個做父母親的 他沒有這個 這個起花的認知啊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 然後我今天大概做個總結是吧 第一個那個其實 小學生很喜歡講話 我太教小學 他們真的是很喜歡講話 所以他們其實很會討論這些 很會問問題啊 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可是現在我們反而要反省 為什麼現在不問啊 我還是回到醫院 所以我們給他太多口訓了 這個法西斯政府的問題 你知道政府在那裡人民會效仿嗎 我們父母管小孩是這樣子 他們都用恐惑的方式 用恐惑的方式 那像史安其實也是個選擇 如果你買有機的食譜 把上下有直接連起來 那如果你知道一些更多的故事 你就會知道怎麼樣的策略 最好 最捨立 就是你知道那個 我很喜歡有句話叫做 給我一個資料我將拒取全世界 這句話後來被巴斯卡拿來用 他說 替我一個實驗室我將拒取全世界 那也真的這樣 我們今天整個全世界都受到實驗室影響 然後你的問題是 就是大家都不敢講話 我沒有問題啦 這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可能就是那個儀式沒有接力起來 我們還彼此沒有默契 像哲武的話 他已經有一個儀式 前面就大家講話 那我 那最後 其實我覺得前面竟然一起講話 那最後其實大家應該在收招 大家一起來 那 那 其實比較信任就可以這樣 你是提什麼問題 對不起我昨天一直膽性我搞 其實我沒有睡 好 那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我覺得 我講完之後精神特別好 謝謝 謝謝 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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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真的是 應該看不出老金 昨晚老金 所以 有興趣可以到 然後醫師 醫師 醫師教師 深根聯盟看看 常常是我在寫信物稿 那發言人是那個板橋中學的黃慧真老師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 he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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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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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